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菜伦造纸 纸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具用品 这个伟大的造纸艺术 是我国东汉时的菜伦发明的 最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把文字写在竹片上面 然后用很多很多的竹片放在一起 然后呢,用绳子绑起来就变成一本书了 不过啊,竹片实在太重了 又很占空间,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后来人们就把字写在丝绸上面 可是啊,丝绸虽然很轻,但是很贵 所以啊,一般人都买不起 菜伦的学问很好 他一直想要制造出一种又轻又便宜的东西 他想,丝绸其实就只是一个很薄的纤维而已 那么除了养产吐司 还可以从哪里得到纤维呢 菜伦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呢 他找了一大堆的树皮,树叶,还有一大堆的破布 然后呢,把这些含有纤维的东西放在一个大锅子里面加水 一直搅一直搅,把它熬煮 直到煮烂的像粘姜一样为止 菜伦把粘姜放在木板上面 他的手艺很好 把姜搅得又均匀 又薄又平 然后呢,再把这个木板放到火上里面烤 然后呢,等木板上的薄姜干了之后 菜伦就把这一张纤维从木板上取下来 用毛笔写了几个字 发现西木的效果比丝绸还好 菜伦兴奋极了 适合写字的纸终于皱出来了 从此以后各地开始大量的制造 并且用这种纸 大家为了纪念菜伦的功劳 又把这种纸称为菜后纸 直到现在我们制纸的基本过程 还是跟菜伦造纸类似 只是技术和使用原料都比以前进步多了 小朋友 纸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可以善用它哦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